像老君也会来,还有什么原始天真,还有什么好多仙的名字,南极仙翁,我记不得那么多。 这些灵鬼,如果是好的,一世间人往往会有一些帮助。 有一位伏肌伏兰的专门是做医师的,开药方的,他如果有人问病状,开着药方来,特别像个样子啊,跟平常是就不一样,而且他那个药也会有灵验。 为什么?伏肌本身就是医师嘛,他本身就是医师啊,听到你所问的病啊,我想灵鬼跟这个伏兰的这个人,两方面的这个医学混合起来,是有作用的。 我只听看过他这种情况,他们开药方很有道理,那么听说,哪回去这个治疗啊,也是比较有功效,原因是他们两方面都是医的,话不得了的。 那么这些医生的神里面,孙师茂也来啊,贬系也来啊,就是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不晓得长得什么样子就是了。 还有这个,执掌里面的解释啊,他引用涅槃经里面的八十神,他说这里所说的,所谓修旧经名啊,就像大波涅槃经里面所说的八十神,也是属于这一类。 啊,涅槃经里面的八十神啊,呃,在涅槃经,不过涅槃经有南本、北本的分别啊,南本涅槃是经过会观法师,谢灵润居士等,他们重新重制过的,啊,是把这个文词重修过的,呃,比较,比较顺,那么一共只有三十六卷,啊, 啊,北本涅槃呢,是原来,呃,这个谭吴谦三藏法师在北梁翻译的四十卷,那个原本翻译的涅槃经叫做北本涅槃,分南北呢,北本涅槃, 北本涅槃经原来他翻译的时候就有四十卷,所以,假如说涅槃经要分出是南本还是北本,南本北本呢,这个卷数不一样, 例如他说的那个八十神,这个八十神的名字像,如果是在北本涅槃,是在第二十四卷,如果是在南本涅槃,是在第二十二卷,啊,因为他相差四卷, 为什么涅槃经里面说这个八十神呢,他说当时印度啊,那个时候也是都神教,什么神人家都拜,他说这八十种神啊,为当时印度人所崇拜的,这个八十神是哪,八十种呢,在涅槃经里面就是,呃,北本涅槃的第二十四里面说,啊,就十二日,十二日啊,就是十二时辰, 一盘大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这个十二日,就是十二时辰,就是直除银毛,神似五味,身有出害,十二时辰, 例如今年是人五年,属马,今年出世的人就是属马,啊,那么,处牛腐兔,龙蛇马,直除银毛,神是五,羊,猴,鸡,犬,猪,啊,就是位身幽数汉, 猪是羊,啊,呃,呃,呃,生是猴,呃,有是鸡,呃,术是懸,就是狗,呃,汉是猪, ав是猪,汉年出世的,就是鼠猪,啊,我是成年出世的是鼠龓,啊,那么,这个十二时辰,十二日, 这个大书里面的解释就是说 这就是十二时辰 所以叫做十二日 还有十二天 印度人所崇拜的十二位天人 还有五大星 五大星就是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就是五大星 就是五行 还有北斗星 马天星 秦道天 波罗多八切天 功德天 这是单名字 还有二十八秀 二十八种星秀 这个一方有七个星星 四方四七二十八 二十八星秀 这个二十八星秀跟中国的说法 大致差不多 名相也很显相定 经文里面也曾说到 还有地天 风天 水天 火天 饭天 骆驼天 阴体天 积摩罗天 八北天 摩基首罗天 半年罗天 鬼子母天 赐天网天 赵树天 波树天 这样子就有八十 但是这个八十神也属于这个第五类 但是并不完全像是有些地方不一样 那么这些无关重要可以不必去求解释 那么我们讲到今天为止 就算是十二内生的十二种当中 讲到第五种 还有七种 我们停一个礼拜 再过去的礼拜天 就是农历的十五 继续讲下文 爱教授 中文字幕——YK